崔永元的子弹射中范伟赵本山说想不到你真拐了 崔永元的子弹射中范伟赵本山说想不到你真拐了 1.崔永元于6月11日向着名的小品演员范伟射出了一颗子弹微博称安娜范伟老师不好了我家蝉石官看到你的材料了 这颗子弹在空中飘了好几天时隔8天之后也就是今天下午6月18日4点33分钟于击中范伟 崔永元的微博称丁晚我头天上岗一番抽屉就发现这份500万现金合同 范伟你为啥要现金你以为这么黑的剧组会给你上水走两步 丁满可是安娜的老公第一天上岗就立下了赫赫战功 2.前期精疲力尽的崔永元在家里一边发微博爆料娱乐圈偷睡偷睡的黑历史 一边整理那一抽屉的阴阳合同大小合同等材料一份份的复制 2.终于全部整理成策于6月16日数名递交给国家证监会税务总局公安部中纪委等单位 这才将递交给国家证监会税务总局公司 这才将选者的一颗心放了下来 17日 崔永元在家里看世界杯 画画 赏画 直言非常喜欢冰岛足球队 这个足球队全部是业余球员 想不到却出了线 整治娱乐圈 崔永元肯定也是业余的 想不到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3.按理说崔永元已经把材料上报给国家有关部门了 应该好好些一些了 这些事情可以暂告一段落了 但是忽然想起6月11日向范围射出的那颗子弹 这可是一千多万粉丝和群众知道的事情 正在休息的崔永元一击灵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在手机和电脑上迅速掉效好子弹的射程和方向 把范围在一部戏中500万元没有上税的合同精确地曝光出来 连续8天忐忑不安的范围终于中淡了 而且憋着气不敢喊疼 4.范围一起跟赵半山合作小品 特别是连续三年都是卖怪的内容 小品火爆范围和赵半山在全国火的发了红 后来又和赵半山一起合作影视剧 塑造了很多典型人物 这些都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离开赵半山以后来到北京和冯小刚合作 所参与影视剧的拍摄效果也很不错 特别是老大的幸福 一个顾全大局热爱兄弟姐妹的老大哥 形象悦然观众面前 范围基本没有绯闻 也就是在道石下山中和林志玲的床戏尺度大了些 那也是导演安排的啊 与他本人无关 这次重担老好人范围人射崩塌 5.范围离开赵半山被漂也算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离开赵半山的原因很多 关键是报酬问题 赵半山能拿到42万元 却只给范围7000元 范围心理不平衡 几年来俩人虽然没有大吵大闹 但是嘴和心不合 影响了两个人之间的合作 《卖拐》是两个人的经典作品 范围7者自行车应被赵本山忽悠而拐道 现在崔永元曝光了其偷税漏税的事情 全国观众为之哗然 恐怕长期合作过的赵本山看到崔永元的微博后 心里会说 想不到你范围还真拐了啊 这谁也救不了你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